梦里纷纷水冬 心在红尘中 醉在红尘中 何不重重容容容 人该寻梦 梦里纷纷水冬 该同下 年轮大 大家主持人 不同类型 数学奏唱 他叫样样精 费琴锤舌 他还叫九明星 包括小总 大当最清新 保证您看的 最开心 各位朋友 主持人有许多不同的类型 今天请到很多主持人 到我们现身的说法 欢迎第一位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 孙志强 不许多的感觉 比不许常好 不许多感觉 比不许常好 不许多感觉 就是不知从哪里来讲 的确主持跟主播是完全不同风味的 现在要听听我们广播人 听到主持什么味道 金钟广播节目主持人陈凯伦 好 马上去调 吃个饮嚼一嚼 快点叫 开下两岸坡 踏着南北到处跑 不知道是高兴 不知道是烦恼 这一种感觉 磨磨磨磨正美妙 谢谢陈凯伦 长得帅呢 到广播节目去当主持人 长得不好看呢 在电视上还很红 欢迎这位呢 三表性人物 三表性人物 磨叉叉 五六六的鼻孔像池塘 长相跪向那眼落网 啊呀买咵咦 买咤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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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咤 恰恰呀 恰恰呀 不开黄墙 恰恰呀 恰恰呀 国水洋 我的行情真堪战 那个执着人若是把我来看伤 必然全力地配合人品赛和 像那猪牛羊 希望每个执着人 有节目就让我来上 我来跟在你的左右 听从你的实话 一辈子不愿问 乖乖的卫宏 居然使唤 来来来 欢迎欢迎 我看你们要当什么主持人 一定要装进志强 躺起来看 男儿当志强 二 三 四 主持人一定敲 主持人一定敲 你看他笑颜呱呱 把你舌头脏 主持人一定强 主持人一定强 你给他八个小东城 八六点点打 战台 战备 战备 战台 都要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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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浪 流浪 血浪 流浪 血浪 流浪 各位朋友们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开口向 莲文胖 变成 战备 莲文胖 的确 今天很难请到各个不同类型的主持人到我们节目中来 是我们节目 蓬毙升辉 而且感觉金光闪闪 你要讲这个节目主持都是各种不同类型 像陈凯瑞很优秀 德国金钟奖 金钟奖 黄伯人 好的 碰哥根本不用讲了 我们是最佳主持人 那你呢 还没有快乐 那我个人本身跟金钟 我是练金钟奖 以为是有点关系 没有什么 不过说真的 那个陈凯瑞我一直非常钦佩他 他这个在电视上发展 到一段时间后 转业到一个广播 马上就非常非常用心 资料数据很全 果然现在已经突破了很多很多障碍 现在大家都非常欢迎你的节目 不会讲实在 我受八个影响很大 哦 真的 以前八个做双音报喜的时候 老师点我说 你好像有点不对劲 我看你肯定该走另外一条路线 哪里哪里 其实那个时候他有点挫折了 你知道什么挫折吗 然后后来跟他聊过以后呢 他豁然开朗 人都有挫折了 今天很难得 豁然不挫折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陈凯瑞唱歌了 就倒是真的 不过说真的他还比较奇特 他原来当主播嘛 现在后来变成主持人 这个期间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难适应 有没有什么不同 最难适应是面对观众 以前我们报的新闻都面对机器 然后就跟机器讲话 然后旁边都没有人 觉得很自然 可碰到观众的时候就会害怕 我想这么多人怎么办 你就把他们当机器就好了嘛 这么多机器 说到这个 碰碰 那边话讲 不管他红不红 看不看不看长 不过他评良讲 他的资历相当深 早期在秀场磨练很久 当主持人要聊天 我想你是最好的对象 哪里 一般来讲 我们秀场其实主持人 在我们这个电视圈发展还不少 像张飞 胡瓜 白冰冰 都类似这种 以前的郑静一 现在当然还在了 您也应该算 我也算 我也算 他们好像主持有特殊的这种风味 有特色 大家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这一批人 面临到最大的困难 也是现在经常有人问我们的问题 就是说你在电视 或者是秀场 以及甚至录影带 等等那个尺度的拿捏这个问题 他们会觉得你在电视上 你形象做得再好 或者是你去做录影带了 你是开黄枪或怎么样 把你形象就给打下去了 所以上我个人的看法是 所以观众啊 这个有分电视的秀场的录影带 其实每一个阶层都需要照顾到 对 不过凭他讲 你是觉得尺寸比较难拿捏 不过不可否认的 秀场主持人他们这个技巧 以及它整个铺排啊 可以说相当的熟练 是 有没有什么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说介绍他 怎么介绍 来 欢迎我们这个主持人 蹦恰恰 来来来 吃豆腐 主秀 吃豆腐 来 吃豆腐 现在是示范访问 示范访问 来 让我们学习一下 孙小姐 你好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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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问你好 你就问我好 你现在是做秀 我在访问你 通常如果你去做秀 如果你在后台碰到主持人会跟你聊 就是我们待会大概讲什么 你要回答 所以要回答嘛 你就回答一下嘛 可是觉得后头好可怕 不会了 不会不会 碰到逢叉一下你放心 你好 碰狗 叫什么名字啊 叫孙子强 几岁啊 这个啊 不说 15乘以2 结婚的没有啊 没有 几个小孩了 结婚的没有小孩了 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 说到说了就来了 张冠李战 这样 好 那这个属于秀掌心 不过现在电视上有很多学者型的人物 像这个八哥 不是 像赵宁 像八哥时候不是这种类型的 对 像赵宁就是这种类型的 还有就是 记者型的 记者型的 像这个啊 孙子强小姐 熊吕阳小姐 都是 还有这个许昊平 还有一个跟我合作很久的 王瑞玲 还有个新的 转业的 叶爱玲 江慧 曾庆于 沸玉清 另外一种风味 还有是美女型的 美女型的 方 最近当妈妈的 锤丽心 奇怪 这些不但美丽 而且脑筋都很好 还有筷嘴型的 像张小燕 曹兰 董志诚 你快吗 筷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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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修行 世代交定型 世代交定型 我也要现金满天飞型 好 我要记得大家 最喜欢的单元 现金满天飞 好 来来 欢迎我们的 现金小姐 好 我想问一下 我们的艺人当中 得金中养 最多的是那一位 你说 张小燕 正确答案 对 这家艺人 还得过三十个 最佳主持人 加金五百元 不要紧下第二题 继续我们锁定这位帅哥 我们去凹下去 好 来 那么请问你 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 这不是答案 请问 主持过 这个联丸报历届主持人当中 谁主持的时间最久 张小燕 答错了 来 答对 有些人 来 最后一位戴眼镜的小姐 吴瓜 吴瓜也答错了 你说 不对 你说 正确答案 捧恰恰 现场 好 那么没有答对的呢 没有答到奖金的也不要难过 现在还有爆炸题 报炸题 我们报题 计时三十秒 请注意 答对了六千元 请注意 六千元 我们请这个 我们特别来宾也注意一下 请问 八哥从一开始主持节目到现在 总共当主持人 有几年了 当几年了 来 我们计时三十秒 计时开始 来 带你的小弟弟 六年 不对 带你的小弟弟 几年 十年啊 答错了 答错了 这边有没有 答错了 这边 来 来 你说长头发 这位小姐 七年不对 最起码超过十年了 穿白衣服的小姐 五年 哎呦我太年轻了 来 绿衣服的小姐 十一年 也不对 快点 很接近了 接近了 来 你说 八年不对 时间到 最大是民国 七十年 我开始主持节目了 现在民国八十二年 二年了 十二 应该算八年 算十三年了 十三年 哎 已经做了十三年主持人 大家都把我蛋忘掉了 我实在很难过 不过也没关系 很高兴 钱没有被你们拿走 好 先跟大家谈谈主持人 主持人其实也是 蛮辛苦的工作 但是呢 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是他把快乐带给大家 哎 对 希望散播欢的散播 这好像别台的话 这不重要 只要你要继快乐的话 别忘了 继续收看我们的 开口笑 连环爬 欢迎订动 观众朋友 现在进行我们的 樱头树下 老是话 今天请到这个特别来宾 可以说让我们现场喜气洋一鸢 尤其我们两个特别高兴 这是为什么呢 勾引 forget 一袋燕心啊 麻煩你腿不要動 倒是你會燕心啊 我沒有動啊 你沒動 來看看小檔 小檔 葉玉清 一個男人羨慕女人嫉妒的女人 現在她要把大家的注意力 由性感提升到智慧 不過我還是只注意到她的 今天咱們來聽她的老實話 來 歡迎我們的性感之心葉 葉玉清 歡迎歡迎 你好 你好 希望你跟我常常來到節目當中 好的 她還沒說老實話 先讓你說一句 我是最老實的人 所以我不怕 真的嗎 真的 你又說謊話了 沒關係 救命啊 有一些時候也不老實的 有一些時候也不老實的 這算是老實話 這個是老實話 不過剛才她沒說老實話 我要先問你老實話 你說你最喜歡看葉玉清的什麼 你剛才沒講完啊 小檔案裡面 我還是注意到葉玉清的她這個 你最喜歡看她的電影 對 因為葉玉清是一個很大 很大方 很有胸襟的女孩子 你一定不太喜歡看她的電影 不該怎麼說葉玉清啊 我們就知道她是非常性感的 這位電影明星 而且三圍非常的驕傲 你身材這麼好 全身都是真的嗎 有沒有做過 做什麼 全身有沒有美容過 有沒有搭一些偽裝建築 有沒有 不要掉下來 我是說真的 有沒有做過 做什麼 做 美容啊 美容是常常做的 不是那種美容 什麼美容 美夢成真 美夢成真 我想不用了吧 不用了 這都是真的是不是 不用了 那本來天生就有三圍是多少 本來我有七八 三公斤本來 因為我出生的時候只有三公斤 不是 你出生的時候有三公斤 我是問三圍 你說三圍好不好 我說七公斤 已經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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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希望我是一棵樹多好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現在怎麼樣呢 現在是多少 現在 現在瘦了好多 所以已經小了很多 什麼都小了很多 我說你三圍怎麼樣 你怎麼 每一個三圍的數字都小了 三圍的每一個池都縮小了 現在小到什麼地步呢 快想去 小到多少 用個數字來代表 因為數字 現在 不好意思說 會怎麼樣 因為太小了 不會吧 不會了 你剛剛說你的天生就是這樣 可以告訴我們你幾歲的時候 就已經是這樣的尺寸了 好了 三十四 三十四歲 然後再來 愛十二 三十三 這麼標準 你有沒有騙人只有三十四嗎 我們看起碼有三十六 沒有了 因為現在已經瘦了很多 現在瘦很多 他說他可能最好的時候有三十六 最好的時候有 有嗎對不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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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候能夠差這麼多 咱能調整啊 那回來教我太太多多吃點東西 這個 你是很多人的夢中情人 那請問一下 你自己有沒有夢中情人呢 我沒有 以前有沒有 以前的 有 誰 誰 周 周潤發 周潤發 真的 真的嗎 你很欣賞他嗎 這個女人變化真快 我們來看看他以前的夢中情人到底是誰 來 看 我很小很小很小的 因為我臉子很小嘛 對對對 很小的時候我去看電影呢 去看成龍呢哪一部什麼 是第一部的電影呢 哪個時候我看我就很喜歡他 是我哪一個很小時候的夢中情人 可是現在不是了 可是現在不是了 看到沒有 以前的夢中情人 也是神龍 後來夢中情人又周潤發 那你現在的夢中情人是誰呢 是誰呢 現在 現在是你啊 那這個話更不老實了 那個樹怎麼可以倒呢 搞不好是真的 絕對不是真的 那麼據說呢 這個你目前啊 你說你沒有夢中情人 其實我們都知道 從媒體知道 目前你跟你的這個美髮師 美髮師 你的男朋友 一起在這個 這個戀情算是已經公開 而且他到台灣來看的時候 你還親自去接機 對啊 他這麼好 因為他是我的好朋友嘛 只是好朋友而已嗎 真的好朋友 怎麼掉下來了 真的是好朋友啊 那麼聽說你還為了他拒絕了 接受香港的大老闆的追求 對不對 他只是朋友嘛 很有錢的旅館前老闆 有嗎 哪裡 為什麼不告訴我啊 又一個人還不說老實話 真的沒有啊 那不管真的假的 你看力量多大 不過呢 我們知道葉玉清是波吧 這位男朋友呢 也是屬於波自備的 叫波 叫波 波妃 波妃 你怎麼知道耶 當然知道了 這全國都知道了 我們多關心你呢 對 因為媒體上報紙 是 他是我的髮型師 髮型攝影師 也是好朋友 你的現在好朋友 有沒有考慮 會跟他有這個婚姻 會結婚 會 結婚 會不會跟他結婚 現在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 好 你以前呢 我們都知道以前那個男朋友 是不是歌姓姓張 對不對 對 很帥會跳舞 不要講張立基啦 你沒有講 我沒有講 他會告訴我們 你覺得那個波妃 比較吸引你呢 還是張立基 比較吸引你呢 嗯 作為朋友啊 我想波妃 比較 比較吸引你 真的嗎 那你 那作為男朋友呢 作為男朋友啊 也是波妃 我們都知道 你最近在台灣拍戲 跟林強在一起拍一個戲 有很多比較激情的電影 你對林強的感覺怎麼樣 沒有 你沒有太多激情的 沒有 但是有一點點嘛 譬如說永文吧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你覺得林強怎麼樣呢 林強這個人怎麼樣呢 林強啊 他比較 比較害羞 哦 不喜歡說 說話 沒有講那麼多 可是想你們的節目 就是講好多話 其實平常他不講話 不講很內笑 不講話 可是他 他很好 很好 不得了 不講話男人很喜歡 我們以後要少說話 那你知道林強對你 有什麼感覺呢 嗯 好像 好害怕 很害怕嗎 他很怕你嗎 怕我啊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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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還喜歡你的喔 真的啊 真的啊 你還不 不知道啊 假裝不知道 來我們看林強 怎麼看葉宇欽的 葉宇欽她是一個很敬業的女孩子 而且我覺得她很聰明 然後只知道她私底下呢很喜歡吃東西 聽說我們電影公司的有一個叫阿東的人 他經常會帶她去市林吃夜市 聽說一個晚上吃掉很多 就是很離譜 然後她拍戲的時候一定要吃兩個便當 兩個便當 就說別人 她會問說其他有沒有別人不想吃的 我覺得吃兩個便當應該是我 結果不是 是她 看不出來啊 葉宇欽呢 十兩斤人 一次呢可以吃兩個便當 這種習慣好像跟駱駝差不多 駱駝是有吃的時候多吃點 養分水分的 儲存在駝峰裡面 等到 那她上到駝峰啊 我真的吃很多 我真的吃很多 其實我胃口不好的時候吃兩個便當 可是好的時候吃三個到四個都可以 我的天啊 那真是你知道儲存在哪裡去 真是有駝峰 難怪這次駱駝峰這麼大 好 非常謝謝葉宇欽 今天到我們的櫻桃樹下 愛吃我們台灣的小吃 給你一個特色小吃 今天送雞盤臭豆腐 我們也歡迎了這個葉宇欽 常常到我們台灣來 那麼這個是台灣的很有名的小吃 你要不要吃一口看看 又臭又香 是你臭還是 不是 姐姐 我站遠一點 是她臭嘛 對不對 差不多耶 來 我聞聞看 是不是你這樣出來的 它上面有味道 一樣的味道 好 今天平常見葉宇欽 一張平常見來 也希望你新的這個電影的台灣 能夠更造高潮 謝謝 有那麼臭嗎 好 我們再來有希臘美人一等你 別忘了繼續收看我們的 開口笑 臉磺炮 謝謝